大家好,昨天晚上Netflix发布了它第二季度的财报,我们现在就来解读一下,同时说明为什么最好的公司往往最简单。 首先看它二季度的业绩,收入增长19%,营业利润增长25%,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,就是它的流通股数量终于开始下降,意味着公司的股票回购已经开始了。 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,它们开始加入了游戏,作为一个新的内容类别,和电影、电视剧一样,不需要额外的付费。 很多人误以为这是它未来收入的一个来源,就像其他几家科技巨头推行自己的游戏平台一样。 其实这是误解,Netflix只有一个产品,就是它的订阅收入。 现在推出的这些游戏,主要是为了提高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,以及给它重要的IP提升热度。 尤其是很多电视剧,每年才有一季,加入游戏就可以提升用户的年度和关注度,长时间地保持这个电视剧的热度。 因此,游戏不是它的一个收入来源,它是电影、电视剧的一个补充。 总体来说,二季度业绩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惊奇的地方。 我也基本上不考虑华尔街对它业务、各种预期,以及它是不是达到了这些预期。 这些短期的增长的起伏都是噪音,关键是判断它长期的发展是不是仍然健康。 之前在留言区跟一位朋友讨论,如果只选三只股票,会不会等意识到自己选错了,时间过去几年了,就已经太晚。 我的回答是不会,那些最好的公司有最好的管理层和商业模式。 不管是管理层,还是我们作为投资者,都应该很清楚他们长期发展最关键的几个指标。 如果选定这几家公司,也就会持续地关注这些指标,看他们有没有健康的增长。 如果出现了下滑,就要判断这种下滑是短时间,暂时的,还是真正的管理层和商业模式出现了问题。 这就意味着,投资可能出现了问题,就要马上改变。 如果这些指标一直都没有问题,那公司肯定是在健康发展,投资的理念也就没有错。 最好的商业模式并且在进步,最强的管理层并且与股东利益一致。 这在Netflix上面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? 我们之前讲过,无非是这么三点。 第一,不怕竞争,用户继续健康的增长。 第二,盈利增长,大幅超过收入的增长。 第三,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股票回购。 不管短期的指标怎么变化,只要Netflix持续地做到这三点,公司就没有问题,投资也就没有问题。 我们先看第一个,用户增长。 由于疫情的影响,去年和今年用户增长起伏很大。 去年大幅度超过预期,今年又大幅度低于管理层的预期。 但如果我们把两年平均下来,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,这两年,他们一共增加了5400万的付费用户,每年2700万。 这跟疫情之前增长幅度是一样的。 管理层在电话会议里也谈到了媒体行业的整合,认为这种整合并没有对它的增长产生多大的影响。 因为用户的流失量比疫情之前还要更低。 就像我们讲的,他们的竞争最主要的是跟自己的竞争,要尽快地增加更多更好的内容,让用户更满意。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,确保了最终胜利的一个席位,竞争对手在做什么确实影响不大。 第二点就是盈利的增长。 管理层把今年的营业利润率定为20%,去年是18%, 在过去的5年内,他们把营业利润率提升了5倍。 而且承诺未来的许多年内,营业利润率会每年大致增加3个百分点。 意味着,如果没有意外,明年的营业利润率会是23%,后年就是26%。 我们已经讲过多次,它的秘密武器就在于不仅有别人有的规模效应,毛利还可以持续地提高,因此营业利润也会一年比一年好。 第三点,我们再来看股票的回购。 他们二季度按照董事会50亿美金的授权,拿其中十分之一,回购了100万股。 平均价格大概是一股500美元。 如果我们相信管理层的判断,意味着在500左右买入,应该是非常稳妥的。 这家公司在过去几年,流通股数量有不小的增加。 原因之一是,他们允许员工把工资折价转成股票期权,每月发放。 但从这个季度开始,我们应该会逐渐看到,它的流通股数量会下降。 管理层虽然没有完全确认,他们会像苹果一样,把营业剩余的所有现金全部用于回购股票。 但是鉴于它这么早就开始了股票回购,以及管理层对股东回报的热情,把自由现金全部或是大部分用于回购,应该是非常有可能的。 毕竟一家公司多余的现金就那么几个用途,要么收购,要么让现金累积,要么发放股息,要么就得回购。 收购内容对他们吸引力不大,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原创已经很丰富的情况下。 而让现金累积,或是发放股息,他们更不会考虑,因为这两种方式都和股东的长期利益不一致。 最后剩下的只有大规模回购股票,这一条路。 Netflix的模式非常简单,它可以非常有信心地把收入保持在接近20%的增长。 利润率又每年增加三个点,再加上未来大规模的股票回购,不断地减少流通股的数量。 这三项累加起来,也就导致了衡量股价最关键的指标,每股净利润这个数字在未来几年,每年提高30%不是不可能。 看这家公司的运营,就像在看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一样。 管理层对未来非常有把握,才可以自主地调节各种系数,收放自如,让机器达到最好的运作水平。 这是只有最好的公司才有的特质。 我现在Netflix的仓位只有5%,未来会继续增加到20%以上。 好,喜欢视频请点赞、转发、订阅、点开小铃铛。 视频不是投资建议。 谢谢,再见。 。